李宗老师 李宗老师他自己个人 他是有宗教理念信仰的一位艺术家 所以他呈现的是自由自在 那么他希望用圆来代表圆满的人生 圆来代表结缘 圆能够表现出一个自由自在 生命的一个机会 他也很喜欢飞翔 像鱼一样水中牛 像天上的黑鸟一样自由自在 这样子的线条非常的柔和 那么我们这些作品是老师的一件 非常有独到 很独特的一件作品 很精彩的一件作品 整个的构图 硕硕线条都非常的自由自在 相当疗愈的一件 我们这一作品是让给我们下朋友 先出架 待会我们老师也在线上 我们也可以问问老师 那么可以结缘的我们尽量结缘 老师也非常乐意的给我们线上的朋友 来做新宁的一个 新宁的一个价节 新宁的一个桥梁 那么这件作品 市价是八万元 八万元的油画 价格非常的平实 有周先的一万元 那么有没有再高的 针对这件作品 我们讲说像水草一样 在水中漂浮着 那个灵动感也有飞翔的那个动感 或者说是天上的飞鸟一样 在整个随着在树林里面 跟树枝之间 它想要往上飞翔一样 如果这是一棵树 树里面有鸟 那么想往天空上面 来哦 继续的翱翔 那么也是非常的 我们说的放 我们说的放 就是把整个的心情 把我们整个的心情 能够直接的洒脱 潇洒的 和自由自在的 能够放开 那么建议作品 我们讲疗愈画家 陈宇春也好 清明画家 陈宇春也好 那么他几句代表性 那么还有就是 不受限制的 自由自在的一位艺术家 陈宇春老师 谢谢大家